为了给考生提供更直接权威广泛的高考招生服务资讯 山东广播电视台与学习强国山东学习平台 共同打造推出了直通高考系列活动 之奇鲁高校环游记 今天第一站带大家走进江北最美校园山东科技大学 目前山东科技大学已经在探安济南青岛三地扎根 发展成一所工科优势突出行业特色鲜明 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特色名校 所以我们学校的整体特检还是以工科建厂 同时这几年我们也在大力发展理科和新闻科 所以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强功厚礼经文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体系的布局 学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 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在学院露天场地上 学生们在自己布置的道路环境模拟场地上 正进行智能小车和机器人实践课程操作 我是大三年级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 我们的课程是一门基于目前ROS操作系统的一款智能小车 它采用了目前自动驾驶领域的很多的主流技术 比如LIDAR SLAM 剑图 视觉寻技等一系列的技术 然后我们的任务目标是实现在这个场地上实现一个全自动的驾驶 2023年 山东科技大学共有72个本科招生专业 面向全国31个省资质区直辖市 计划招收本科生7350人 新增智能采矿工程 职业卫生工程 金融科技等6个招生专业 青岛小区招收是5600人左右 台南小区招收1100多人 济南小区中卫合作办学是招收600多人 7月3、五、八、五、二、四、八、六大国